花蓮昨天深夜,地牛大翻身,各地都陆续传出了灾情。 目前已知有两人死亡,超过两百人受伤。 而根据消防局的统计,至少有四处建筑物倒塌或倾斜。 花蓮市老字号的统帅大饭店是整栋大楼倾倒,二楼变成了一楼。 而好消息是在凌晨四点四十分左右,救出了首名受困者陈明辉,不过还有至少两名员工受困在内。 另外,余震不断,余门翠堤大楼持续倾斜,目前将进驻大型的钢梁做好支撑,等结构稳定之后才能进去搜救。 整个楼身呈现四十五度,而且还在持续倾斜中,这是位在花莲商校街二号的云门翠堤大楼,因为停电,受困住户只能拿手电筒或手机回舞光源,在窗边等待救援, 警销人员持续抢救,不断安抚受困民众的心情, 交集的家属则是守在大楼外,希望能够赶紧联络上自己的家人。 花莲公园路上的统帅饭店是已经有四十年历史的老牌饭店,在地震发生后,震动大楼倾倒, 二楼直接变成一楼,警销人员获报后赶紧撤出饭店内上百位旅客, 目前已知有一名六十岁女性死亡,旅客想到地震当下仍然心有余悸。 新车记录器记下这惊险一瞬间,一辆小客车经过国盛六街时, 右前方的民宅因为强震的威力硬身倒塌,路边的车辆也受到波及, 小客车驾驶幸运逃过一劫,深夜地牛大翻身, 搜救人员持续和时间赛跑,希望将死伤人数降到最低, 记者综合报道。